系列南新路拓宽完成已经通车 只是路变宽 一旁原本的路却为了配合交通 而由原本的双向道改为单行道 这也引起一旁住户的不满 因为现在车子进出都得要绕一大圈 实在不方便 所以在接获成情之后 26号上午一元朱阿玲就邀请了 相关单位人员现场回看 这是新的南新路 整个拓宽完成之后 大同路网板新台有路 路变得有大幼直 没有以前汇车困难的问题 不过一旁原本的路却改为单行道 引起社区不满 可以看到南新路到这里 改走左边行开辟的路 而右手边也就是原来的路 却由原本的双向通车改为单行道 使得社区住户的车子 现在只能往新台湖路走 如果要往大同路得要绕一大圈 我要请问他 我们这条路 开新路有什么用途 是不是给地方百姓方便 我们这栋大龙 怎么去用到这条路 第二个 你制造我们的困扰 你路不开我们没有困扰 这一路一开我们有困扰很大 但是就原先这个旧的南新路而言 他们这个华尔街的住户 他们之前因为我们交通局 公务局的一个禁止进入 还有单行道的设置的一个错误的方向 导致他们这段时间呢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顺畅度之后 让他们这一二十户的住户 他们每天早上上下进出 这样子出口 其实对他们而言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单行道不打紧连左转都不行 可以看到在原本的南新路 与新台湖路口 现在还立了这么一个交通标示盘 上头是执行也不准 左转也不行 通通只能往右走 住户抱怨连连 并且签了连署书要求改善 所以在接获成情之后 议员周阿玲 26号上午就邀请了 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打算将这个单行道改革方向 就之前禁止进入 跟单行道的部分 做一个对调的方式 现在是要由新台湖路 可以直接右转到我们大同路 那他们就可以在这样子的 一个小区块当中 车子就可以在这边回转 不需要绕了一大圈 那我想任何一条道路 它的变通性 应该是针对全民做 最大的一个考量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交通便捷 造成这些部分住户的不便的话 也是我相信我们施工当委 他不乐意见到 但是今天总算来现场会刊之后 也取到一个很好的共识 因为如果车子从社区出来 就怕会有七机车进入 所以在改为新台湖路 往大同路方向之后 在这个路口会设置相关的标志 保障型的安全 而社区住户要往大同路 也更方便 借程惠林细致采访报道